大家好,我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王子明献桃 清朝人王子明,甘肃通卫人,是个秀才 他非常孝顺母亲,每次出去做客 主人蹲上果书,他要摇的献桃子给母亲吃 然后自己才吃 有一次他出外参加考试 他的母亲在家突然闻到振振的桃子香味 经过不久,都还没有散掉 他的妹妹说,这一定是哥哥所献给您的啦,母亲 于是便记住十日,难道王子明回来一问果真如此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,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